大家好 今日1月19日星期三 市仍然整固不前 美股昨晚急跌 道指跌了五百多点 纳指跌了三百多点 唯独是对港股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指数今早先高117点 到24229 然后整日都徘徊 走在24286点到23951点之间 记律上市是整固不前 已经见到 唯独市曾经在此碰到 十天和五十天线 这就有少少警号 因为一旦跌穿了十和五十天线 代表整个咬着高抬而不下的格局 可能漸漸趋向于比较反复 这阵反弹是由传统经济拉动 比较强势的股份 例如汇空那样 升得多 有少少消化 但怎样都好 都在五十四元楼上 中移动 是不太快放 但五十元的关卡 都咬得很硬正 平保都在六十元 至于中工建的内银股 大致上都仍在集幅里整固等变 新经济又怎样呢 其实京东稍微有点几量 但其他那些大部分都是整固不前 在成交低迷之下 暂时没有太多博彩空间 所以最好暂时辞形保态 先观望